在中国女排里,我们熟悉慧若琪、张长宁等人都已经传家,而且女排队长朱婷,确然就没有传出好消息。 现在朱婷已经28岁,球迷不免为她终身大事,感到着急。 而此前,朱婷的绯闻男友终于曝光,网友看完分表示两人很般配,希望这是真的。 这位绯闻男友不是别人,正是中共女排的陪恋李童。 她长得英俊潇洒,一度被誉为女排最帅男陪恋。 她热得很多小姑娘放下爱许,李童和朱婷的关系很亲密,连曾多次被拍到,在赛场出现亲密互动。 某次,女排独冠后,朱婷甚至还主动把奖励的娃娃送给对方。 李童除了长得帅外,性格也很开朗,稳重成熟,情商高。 不仅和朱婷关系好,和其他公共的相处也很融洽,在队内备受欢迎。 在很多人怀疑两人到底合不合适时,有球迷抱着朱婷早期的自由标准。 她表示,自己希望男方升高不要和她差距太大,不是独生子女,并且必须是中国人。 这三点要求其实并不高,而李童却刚好符合了,看来两人的缘分还真是不浅。 很多网友了解后都觉得,李童和朱婷看上去很般配。 那么,你对此怎么看呢?